When I see my friends again, I'll be okay When we get together and especially celebrate When I see my friends again Hello大家好,这里是好久不见的素颜艾斯 一转眼就进入到秋天了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 在视频开头那个暖融融的初秋氛围感妆容 我也看了很多朋友的评论 我们发现每一次的妆容大家的关注点都在眼妆上 所以今天我也会在眼妆部分给大家分享比较多的细节 那我们就开始整齐 首先一样还是先来上底妆 先把我这个黑眼圈遮一下 我早晨起来真的成个人超级的水肿 就眼睛都有点睁不开的那种 我感觉我肿和不肿的时候完全就两个人 然后我们来上底妆 底妆今天用这款香奈儿的柔光持妆粉底液 这个也算是我夏天用的还蛮多的一款 它有点像粉霜质地就没什么流动性 但是很好推开就像奶油一样丝滑 你们看它上底之后就是会有一种柔微光泽感 非常的细腻高级 不要忘了提亮一下面中 今天画这个秋日妆之前我还在等开 既然又到秋天了 一年一年真的过得好快 定一下妆 好然后呢我们来画一下眉毛 用这支香奈儿的持久防水眉笔 那今天这个眉毛我就是想要那种野生感毛绒绒的感觉 所以这种灰棕色就很适合 然后来搞一下修容 修容完成了 现在整个脸看起来呢 就是比较的有立体感 然后呢就到了我们今天非常激动人心的拆箱环节 就是这个香奈儿新款限定的鞋纹软泥四色眼影 那它这个系列的灵感呢就是来自于香奈儿他们家经典的那个鞋纹软泥面料 就像是给香奈儿的眼影穿上了一件鞋纹软泥的外套 而且每一件都还是香奈儿高级手工房手工缝制的那种 打开之后呢可以看到它每一块眼影上也都是有这种鞋纹软泥纹理的浮雕印花 完全就是像艺术品一样我都舍不得碰 这个系列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收藏价值 但它一共是出了四个色号 每一盘的色号我觉得都非常的日常百搭 它这个粉质也是有惊艳到 我就是质地特别的细腻软弱 而且很好晕染 它的珠光色也非常清透 抹开之后就像融化在你的皮肤表面一样 完全没有那种粗糙的颗粒感 真的就是跪下眼影才有的质感 我今天这个妆呢打算用03号这盘来画 是不是就非常的有那种温暖秋日感 先用右下这个断光珊瑚色来打底 这个范围要尽量带一些覆盖住眉毛下方的整个区域 然后用左上这个哑光砖橘色来加深眼窝 看起来会更有秋天的感觉 然后用香脸的眼线笔来画一下眼线 用这个眼光深棕色去把眼线暖染开 让我这只香奈儿的立体正面睫毛膏 把我的真假睫毛刷在一起 最后再涂上一个珊瑚橘色系的栽红 最后把这个琥珀金色叠加在眼皮中央 鼻尖和鼻梁也是直接用这个金色去做一个高光的效果 这样整个脸看起来就有一种向散在水面 波光灵灵的感觉 最后口红的部分打算来用这只香奈儿的 魅力精粹唇膏 半腰二号色 这只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的杏仁奶咖色 颜色跟我今天这个暖咖秋日感妆容也非常的搭 而且它里面有添加精油 整个质地上嘴就非常的滋润舒服 秋冬用也不会觉得嘴唇很干 好了我这个秋日妆容就化好了 是不是有一种一秒入秋的感觉 然后呢我现在就打算出门吃个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